這張收據啊 我可不可以要空白的 那個到文具店去買就有 OK 好 所以很容易要到空白嘛 對不對 會給我這個章嘛 那個圖章我跟你講 那個圖章假如 假如說他有跟很多公司很好 甚至這個圖章到底誰去弄的 有的是虛設公司 有的也是虛設很好的 虛設很好的對不對 那事實上假如是文宣公司的話 公司組織本來就不能開這種收據 一定要有三年單 不能開這個收據嘛 絕對不能開 而且你開的是500萬嘛 這應該是空前的 一個叫做免用統一發票 會出現四張500萬的文宣品 我敢講沒有一個候選人 敢這樣啊 敢這樣說弄一張無線 因為他就打賭 就是他就是反正那個時候 科幣最偉大嘛 那個只要他做什麼事情 大家都認為他就是很清白很那個 那他以為他可以蒙騙大家嘛 你今天假如沒有姚老師講出來的話 誰會去換這個帳 因為姚老師也是無意間看到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收據 那呈現這樣的情形 來來來 這個危害怎麼看來 因為姚老師 這個公開透明 這個部分 科幣真的可以經得起檢驗嗎 我覺得如果這件事情 科幣講不清楚的話 他其實年底也真的不用選了 可是我相信這事情慢慢會有答案 因為大家認識姚老師這麼久 姚老師是不會亂講的 但是姚老師當時是總幹事 那羅委員是會計師公會理事長 兩個人都針對於他們最專業的領域已經講了 那我是當時跑柯P的記者 我們都很清楚 柯P到最後的期間 他連勝委已經逐漸拉開 事實上我們在跑柯P這年記者認為說 根本不需要做廣告 可是因為呢 這個各家電視台這麼一路以來也都蠻幫忙的 所以最後 大家當作做朋友 我就把我的廣告脫播 我相信我講這話姚老師不會反對 那 姚老師所看到那個是不是真正的暴障 還是說我跟各電視台脫播的一個 算是一個memo 這個後續可以去查 姚老師在1月31號的時候 memo不需要要這個東西 你現在講的這個東西是姚老師確實看過 那整個金手錢 包含我收了人家的募款 最後我把錢付給電視台 實際上是有脫播 大家都記得 柯P最後一個禮拜是有做電視廣告 而這個電視廣告 姚老師在1月31號 那我以後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順一點話 有脫播的話 為什麼不開 你就開兩年好了 你為什麼不開 這個應該開的發片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在做帳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確保要開 就確定說 你這個公司的確 我有支出500萬給你 你要去報帳 我也要報帳 可是如果這個 電視公司的話他一定會開 當然啦 如果是的話一定會開 那開這個呢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表示他沒有報帳 這個公司行號 他根本有可能不會去報 可是他又說支出 如果他當時跟電視台的脫播 現在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柯P他是不是違法報帳 就錢有花 可是報帳的格式不對 不可以用這個東西來報 第二個是柯P他到底有沒有花這個錢 而去報這個帳 是不是把這些錢A了 這兩個都是很嚴重的事情 那現在我們所建立在這個討論基礎是 姚老師他記得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可是事實上你看姚老師 他在1月31號2015年的時候 他記者會內容他也告訴大家了 最後兩個月4000多萬的這個文宣費用 是報增出來的 他其實當時就有講了 就是做廣告 那當然姚老師他理解是這樣 但是後續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付出這些錢 單據報的部分有沒有錯 現在柯總部要去做處理 因為那個 所以我相信姚老師也不是說 文宣嘛 那我就問柯P嘛 他說做廣告 我就 因為當時總部的人 也不只有姚老師跟柯P 姚老師你第一時間沒有覺得怪怪的嗎 我怪我也沒有 因為我已經離開那個職務了 再開記得會是1月份了 你沒有覺得很錯 他已經當選在市政府了 他找我去打電話叫我去 我連我家人都沒講 這一段我太太都不知道 我就半夜三更衝到辦公室很晚了 他才跟我講這一段 我第二天還請了一個假 然後去那個地方去看 然後我當然就覺得哇嚇了我一大跳 我當然覺得替我自己很不值了 因為我是 因為我做 不是不是不是被 我做總幹事我省得不得了 我非常省啊 哪裡要錢 我這裡抠那裡抠 還有人當著我的面講 姚老師不要打人財路好不好啊 我聽了 可是我說這裡不能花 那裡不能花 所以我為什麼到11月10號 報的賬才報5500萬 法定選一個市長 我請問各位有誰可以只花5500萬選一個市長 到11月10號 然後我對外就很 很很開朗說就到今天為止 我也可能講到很清楚我就不管了 接下來就這樣 結果可別找我去說那怎麼辦 我說那我們答應了 說最後還是要公開的啦 那你就要公開 所以他才給我一張總賬去公開 這一點我就 所以我對記者我只能講 我嚇了一大跳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一點那柯P 一定你們有問題就要去問柯P了嘛 那我不曉得 那這樣講完就算了嘛 我也沒有要怎麼樣 只是這兩天講出來以後 大家真的要跟柯P 那柯P當然 當然我希望他發言人一定要回去跟柯次郎講 他要說明的 因為這個事情一定 因為發言人沒有在總統 你這一件事情是沒辦法再打混下去 因為這已經涉及到背信大欺跟偽造文書了 當然空空他們是以後才進入市府的嘛 現在哪裡還有柯P團隊 柯P團隊都離開了 你現在叫他本人講得清楚 而且保存這個 不是啊 剛剛羅蘇聯在解釋這個 我有想到 柯P本人要互保管責任 因為你今天候選人的話 你這些憑證要保管五年 那誰要保管 不是你的會計 也不是你的會計師 是你負責 整個候選人本人 也就是說 當有問題的時候 監察院要問你的時候 你候選人你要提供 所以現在這些憑證應該在柯P的手上 柯P不可能 不然就是在蔡B盧手上嘛 他最信任蔡B盧 羅蘇聯什麼樣的狀況底下就是說 會開這個發票 你是什麼樣的狀況底下 不開這個發票會開這個收據 是什麼狀況 當然說所謂的逃漏稅 他要不要幫助人家逃漏稅 他想說 對方要求 因為開二連市的發票 就是這家廣告公司 剛剛不想去報收入去報稅 剛剛那個 麗熊講說 因為假如你叫人家開發票 要多5% 其實不對的 因為我們進選候選人的話 我們進選總部所開的發票 都是二連市的發票 是含稅叫的 是含稅的 不可能有5% 一半就是這個金額裡面 都是含稅 像我們以前在做的 不管文宣 不管旗子 我們都跟他講好 我就是含稅 你給我報價裡面就含稅 所以沒有什麼5% 可是我的個人工作室 沒有含喔 他開了二連再出去 不是啊 那句你彈一條線嘛 有一些 有一些喔 你像到最後的時候 我請大家來啦 單據啊 簽名也準算 監裁員也都收啊 像譬如說 有一些支出啊 有一些支出啊 我們的文宣費用的支出 我就可以把人家發過啊 付給誰 誰都打簽個名這樣 簽個名 監裁員就收了 另外有的就是說 唉唷 要5% 這樣的話平也不用啦 所以為什麼選舉這個賬啊 在台灣的選舉史 到現在 怎麼說都說不清啦 五百萬元議員 你知道連戰那一次好了 連戰跟那個 連戰那一次選總統那一次啊 兩千年嗎 外面大家都講說 親在開門一百萬 你給他報出來 不是啦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他花去的 他根本連账他都不做 不是阿 我跟你講是這樣 當然我們知道 很多選舉有時候會一筆爛账 可是你柯文哲的標榜是什麼 你標榜就說你是公開透明 你跟一般的傳統的那個候選人不一樣 所以我們認為他要講清楚啊 那你今天 你為什麼不想比照 第一次你開記者會一樣 把所有的紀錄都公布出來 就厚厚的一本 你為什麼到最後要公布 多出這個八千多萬的時候 就只有兩張紙 兩張那個A縫的紙 那包括連姚老師看到的也是很奇怪啊 那這個他就要說清楚講明白啊 因為你標榜的是跟別人不一樣的 你一路走來 你就說我公開透明啊 你也可以把它貼在牆壁上啊 讓大家來檢驗啊 你假如說你真的有支出 那你把那兩張就姚老師所看到這兩張收據 你把它公布出來 那你這個收據你是做什麼用的 你做序幕嘛 是 你假如說兩千多萬 不是小數字耶 所以我想請問 在現場裡頭 因為你身經百戰 有可能嗎 你過去是歷經立法委員 有沒有可能在最後一個月 姚老師所看到的賬 他之前是非常省的 他在等於是 他看到的是五千五百萬的支出 可是到最後一個月的時候呢 增加了等於是有八千五百多萬 所以會呈現一億四千兩百多萬 最後一個月可以暴增八千五百多萬 雖然這是首都 依你的判斷有可能嗎 我認為啦 不要說是柯P啦 任何一個候選人 假設我是總幹事 本來理論上所有的支持都會經過這裡 可是他是候選人的哥哥 他是候選人的阿姐 他出來跟你講說我這裡還有一條 但你認不認 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柯P的部分是他強調那個哥哥 公開透明 他去講清楚 我覺得這個也合理啦 因為畢竟現在有人去質疑說 你這個國安到底是什麼 不要說你有沒有合法違法的問題 就是說大家好奇嘛 是不是可以印證一下說 你當初你講的透明 不然的話我會覺得 後面這個暴增的部分 那確實 後面真的是會多支出選舉人都知道 後面那幾天會多花多少錢 有時候都很難講 控制不住 你今天去做 你最後猛下廣告是很有可能的 你不要說廣告 全面性的 一般來講人事會用 是不可能暴增 你因為剛剛姚老師講的嘛 他沒有請人沒有增加人嘛 對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從事業份開始的時候 信了差不多200萬 後來都很實際 說400多萬 400多萬 每個月都400多萬 那你沒有增加人 因為他差不多100多人 還有他臨時請了一些公讀生 那你在選舉完的時候 又多付了一個六十幾萬 對 那你今天 你可以在一個月以內 你暴增 就你花了錢 增加了1600萬 也就等於是你前面 從4月到10月份 的資訊一樣 增加了一倍 那這個當然人家 人家懷疑 有可能嗎 羅委員講這個 有可能嗎 50萬50萬 不知道給了多少人 不知道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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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萬50萬 他把他當成薪資給了給了給了 現在只給了50萬 現在只給了50萬啊 講這個我來講清楚啦 好不好 等一下老師 這個我來講清楚啦 50萬要給300個人 所以你知道50萬給誰是不是 我當然不知道 你不知道50萬給誰 我的意思就是說 羅委員講這個 有一點從台北的看天下 柯P這個個案 柯P要去講清楚 柯P是台北啊 可是我跟你講 國民黨在我們那邊 在我們那邊的選舉 我跟你說 沒有記 那一星期 都是人事費用 你注意看 那位明明就在買票 給票 你出來給我提一張 沒有就好 兩千 你是不是想說 革命是買票嗎 革命不是要買票的啦 我是在告訴你 就是說 後面人事費用 如果 柯P當然要講清楚 我是在講說 人事費用一般選舉 真的後面真的會暴增 到華聯去選舉 有一個人對不對 他說什麼都不用 四個月就找你來 來一天多少 六百的 八百的 那個人事費用 我能想像嗎 你的事費可以這樣子 我不曉得 因為我們的人數 三四百人是固定的 我能想像的就是 柯P是不是自己 因為我完全不知道嘛 那我也沒有收他任何的錢 他是不是去獎勵 就像你剛剛講 五十 有人十 有人五 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為什麼說 柯P自己要出來說明 因為有可能 有可能他自己獎勵別人嘛 可是這個一定要有收據啊 對不對 或者人家簽收的單 那一千六百 人事費用應該有收據 因為我們的人事費用 你看 我們的人事費用 我們是每一個人 連一千塊錢 一萬塊錢 我們都寫喔 只要是人事費用 而且那個人的名字 我們都寫 所以這個一步應該不難嘛 所以這一部分應該叫你舒服 這麼細的都已經呈現出來了 為什麼五百萬的東西 讓人家不清楚 這就怪啦 對 沒錯 小軍 你看喔 這份那個薪資的報表 也就是說你當時標榜的公開透明的這份報表 爆出來的時候 他有寫那個給誰的 那當然因為有各自法的問題 我就圈圈 我就圈圈 他都有說他會到哪裡去 就因為他的薪資喔 也不是付現金的 是 他的現金都是用轉帳的 也就是說都是轉到 受領人的他的帳戶去的 因為他一般有時候跟銀行談好 像我們有時候東西花薪水 不可能去報一大堆現金來花 那所以他就用轉帳的 那也就是說你後來 增加了這個一千六百萬 你給誰 那你就也要應該像這樣的一個 一個明細公布出來嘛 那或者你為什麼你虎頭蛇尾 前面報這樣子 那這麼清楚 那後面為什麼 不敢拿出來嗎 是你以為了什麼 他把他的無限會用也是一樣 沒有那什麼五百一張的 那各位我想請問 因為他不是一家公司 是個禁人總部 依照柯文哲這樣組織架構 他會找什麼樣的人 去扮演會計師的角色 包括這些資料 有可能摧毀會不見了嗎 有可能嗎 不可能摧毀 因為你候選人 你就是要付保管責任 否則這個會有刑責的問題 不保留這個也有刑責 不保留也有問題在 還有最重要一點 最重要一點是說 當然他現在他有個簽證會計師 他現在他這個會計師 這會計師也就那時候MG149 你說北面經過正峰聯合會計事務所 周寅來會計師查核簽證 他有會計師 因為這個會計師 這個會計師 那時候我在打他MG149私葬的時候 他那時候也不是在牆壁上貼了很多 很多的那個帳策嗎 那些東西 那個會計師坐在那邊 後來我問他 我去問這個會計師說 你敢背書說 他這些私葬都沒問題嗎 你才去做那些 他說不是 他說另一天是柯文哲叫他來說 要跟他討論那個 性典的金會 要讓他做簽證會計師 就突然把他抓去坐在那個地方 所以那是會計師跟我講的 金總跟我講 那今天這個周寅來 你敢這樣子簽證的話 那到底你看的憑證是什麼 對 所以他也有責任 他也有相關的那個刑責在 還有會計師也是會受懲戒的 那我們今天要談的是說 當然五百萬兩千萬不是小數字 那任何一家公司 你絕對你超過五百萬 那你一定要用統一發票去開 那這個就兩個可能 假如說你柯文哲 你真的有支出的話 對 那你為什麼要幫助他人去逃漏稅 沒錯 你幫助他人逃漏稅的話 你也有刑責耶 幫助他人逃漏稅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耶 對的 最近基政法裡面規定的 再來第二個 假如你沒有支出 那你就是衛造文書啊 你就是背信啊 那你這個錢你施算 還欺賺的問題啊 所以這個他一定要澄清的嘛 那你現在的 那我亂等一下 昆鋒你到底 你今天帶什麼資料來說明啊 你今天是來衝一下啊 我今天就是拿了監察員這一張 不是我想啦 因為今天很多問題都是假設性的問題 那也沒有人看過這幾張 不是假設性喔 像當 昆鋒你到底準備了什麼啦 你要說明什麼 他自己也知道 我今天就是 我今天有特別下載監察員這一張嘛 就是小晶姐給我的這一張 那我想這樣子啦 因為今天誠實的人應該被鼓勵嘛 那大家今天的意見 我也會跟市長轉達 畢竟該釐清的問題 我們都要釐清 那重點是說 我想2014這一場選舉 那時候在姚老師帶領之下嘛 市長今天也講 其實蠻感謝他 那時候包括他沒有資金啊 不是你的重點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針對我們剛剛的疑問 你現在知道多少 你說多少沒關係 你知道多少 這這不是知道多少的問題 因為那場選舉我沒有參與 知道最多的是姚老師在這邊嗎 那這樣子 好來我們去這邊 馬上回到我們現場 各位朋友晚安 持續開放語音投票 將近晚上10點鐘的時間 柯文哲一場網路空戰全面啟動嗎 而傳統的選戰裡頭 是不是讓他覺得要放棄呢 可是我們今報柯文哲 在選舉的最後的三個禮拜 為什麼會狂燒8500萬 到底花在哪裡呢 姚立民老師所看到的 就是一個選舉收據 簡簡單單文宣兩個字 而且一數量是一 這樣的一個500萬元的選舉收據 就有四張 那到底花在哪裡呢 為什麼 依照過去我們所了解 這種免開統一發票 這種文選品的收據 事實上它的金額是非常非常小的 怎麼會出現有四張 透過這種簡單的收據 是每一張都多達500萬呢 好 花在哪裡 那我們看到公開透明的 柯文哲到現在 可不可以完整的做說明 不過在最新的情勢當中 國防部已經證實 遼寧號南下遠訓穿梭 那麼就是台灣海峡 到底傳達出什麼訊息 因為會台31項才公共公佈 現在在下台嗎 台灣旅行法在生效之後呢 我們看到第一位來到台灣訪問 這是副助青 在今天晚上會見的 蔡英文總統 非常有意思 最新的中美台情勢當中 可以看出來 非常錯綜複雜的情勢正在上演 但是同樣非常錯綜複雜 就首都大選了 開放語音投票 您認為民進黨在台北市 該不該禮讓 柯文哲 好 現在看起來 這個數字還相當的懸殊 認為1 應該 2 不應該 事話請播 020452298 手機直播551254 歡迎海內外個人朋友 那麼加入我們討論 在新北市方面 我們說派系在攤排跟對決 今天我收到一個最新消息 這是在新北方面 因為新北國民黨的證監發表會 今天第一場了 已經登場了 你看在之前 這個周錫瑋 憑坐這個福利挺身了 讓自己顯現出 他事實上是有能量 可以去戰吼友誼 可以出現的 可是在民進黨方面 新北市黨部主委余天 他在今天說 現在新北的基層非常的焦急 他透露前行政院長尤錫坤 最近態度軟化 今天的常會可能會建議 黨主席蔡英文 盡快決定人選 余天說 不論是要徵招 或者是溝通或協商 盡早決定黨部 才能夠先去了解 但是首都方面呢 還是繼續要禮讓柯文哲嗎 來看看柯文哲 大戰隊裡頭 是不是放棄傳統的公共平台 對於公共平台的監督 他捨棄 轉而向網路直播跟網紅接触呢 來看看這個大現場 每天被那個沙里問那些題 我每個人 你說的沙魚是指什麼 一大堆媒體記者 一大堆媒體記者 每天都問一樣的題目 我都答一樣的答案 然後日復一日 我都不曉得他們在問 舉個例子 你說日復一日 每天都一樣的題目 你不會舉一個 跟我講 有啊 欸那個台北市長又誰要選啊 你的看法怎樣 我都幹我屁事 在重振這幾年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你有聽過什麼樣的謊話 你覺得是特別讓你印象 你一聽就覺得啊 這個人在講謊話 還好 都沒有嗎 你覺得你身邊的人都講實話 還好 我差點脫口 你差點脫口 我要客製 我要客製 你要客製 因為工作人員剛好已經在 他們已經在 已經在舉手了 已經在舉手了 是不是 我常常看到 我每天真的都會看到一些 毀謗柯文哲的事情 每天都會看到 我最X的就是那個 那個不是世代演結束嗎 說什麼 什麼黑衣人 什麼 什麼 什麼抓那個 反正就是 欸拜託 憲兵是我管的嗎 國安局是我管的嗎 那幹我屁事 你要是台北市警察局抓人 那時候還可以 還可以栽贈到我身上 拜託憲兵抓人嗎 還栽贈到我身上 還可以在 還可以在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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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驚現實 等一下 等一下 還可以這樣 連消費連一塊 太選了 他們在講 我是懶得理他們 坦白講 你看那個 你也知道他們在毀謗你 可是我們 你是 要收買名嘴要錢 我又不想花那個錢 喔 收買名嘴要錢 等一下 我剛剛聽到了什麼 蛤 沒有啦 開開玩笑 人都要吃飯 人都要吃飯 薛衡 我們昨天特別提到柯文哲現在的大戰略 手系傳統的平台 一些監督他的 他不正面迎戰來做說明 反而轉向的網紅 這個背後到底目的何在 兩岸的最新的互動 這是今天國防部已經證實 對 航空母艦 遼零號又正通過了台灣海峽 但大家會講說奇怪 那時間為什麼挑這一天呢 原因簡單的 這個習近平已經 致辭演說完了 李克強也接受記者訪問了 然後美國亞太部的這個 他負責亞太部門的助理副國務卿 也在今天來到台灣的時候 這個動作擺明就是因為 台灣旅行法的生效跟簽署 而產生的一個對峙的相關行為 所以坦白講對台灣來講 可能大家必須要小心的是 你不要因為沿海長巡 或者是轟漏的這個繞台 都變成常態之後 你就掉以輕心 實際上對他們來講 他就是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進行最大規模的讓你疲憊 讓你息餘這種壓力的時候 那想想看 如果每一次他經過台灣海峽的時候 每一次橫山只會鎖到 全面戰備的話 請問我們的士官兵 人手跟他的心理狀態 能夠承受長時間的高壓戰備嗎 那對遼零號來講 他坦白講他可以從太平洋繞過去 為什麼一定要從台灣海峽 就是要讓你覺得 我今天走這邊 是因為我認為台灣海峽是我的內海 我愛經過就經過 只不過是取到此處 同時測試 包含你的雷達坡的徵收 包含你的偵查相關單位的表現 譬如說你現在有沒有無人機 可以徵收我在海峽中線的航行 有的話我要知道你是用什麼波段 什麼頻譜來操作 沒有的話就表示你的徵收 可能還沒有達到國際等級的標準 所以對中共來講 這一波的目的等於是一間兩故 一方面讓你知道 台灣內海峽過了 我覺得會加強施壓 另外一方面是 它的呼嚨呼號 也需要實際在遠揚跟 我們講的 遼零號的航空母艦 來進行運捕的時候 中國這邊加強施壓 但實際上這一陣子 其實我們跟美國之間的 合作演練關係也在增溫 包含了我們接下來六月左右 軍事方面嗎 對 軍事演習方面 台灣六月會參加 所謂的黑鏢演習 黑鏢演習是 美軍從2002年到現在 特別注重了一個關鍵就是 如何擊落干擾敵對的無人機 那所以換句話說我們以前 沒有機會參加這個演習 現在受邀去參加的時候 表示美方願意把它 跟無人機的互動 對抗跟壓制的技巧 傳授給你 那台灣這邊派去的四名聯絡官 回來台灣之後 能不能把這資料 再完整的帶回來 就要看美方的態度 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從150 16年 17年開始 美方跟台灣之間的演訓合作 不再是說好我開放一個基地 你派一堆部隊來在我這邊演習 不是 他現在已經開始進展到更進一步的 叫混編訓練 也就是我是海軍陸戰隊 我是美國海軍陸戰隊 我抽掉我一個徵收牌 讓你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徵收牌 進去跟我混合演習 用的暗號用的通訊頻譜 用的戰術模式 都是美軍的戰術模式的時候 這個等於是美方接下來在考慮的是 我能不能跟中華民國的部隊 聯合演練 聯合作戰 如果真有需求 我能不能夠派我的部隊 跟你直接做對接 如果將來有這個需求的時候 不管是九九旅或是六六旅 這個陸戰隊所派出來這個徵收牌 將來就會變成聯絡官 也就是對方要怎麼樣跟你合作 怎麼樣戰術互相支援 就由他們參加完演練之後 把這個戰術把這個想定 全部帶回台灣來 所以台灣現在真的被推擠到 中美爭鬥的一個大舞台上面 我們要怎麼在這個支點上 站好平衡點 獲取最大的利益 要看我們政治人物跟軍方的智慧 是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外交部 針對習近平在昨天的人大閉幕的過程當中 特別提到一切分裂祖國的行徑跟伎倆都註定 失敗會受到人民的譴責跟歷史的懲罰之後 外交部認為不用在那邊說三道四 同時外交部昨天也宣布跟美國在台協會 認為說美國就是剛特別提到 美國國務院的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局的副助長 就是黃之翰他來到台灣訪問 而今天晚上就會跟蔡英文總統 在美國商會當中同台 這是今天晚上的最新畫面 當然外交部跟AAT發布新聞稿 特別提到黃之翰是從昨天一直開始 到明天會訪問台灣 那這是等於他擔任限職以來 首度訪問台灣 當然也是在台灣旅行法通過之後 第一次來台的美國的官員 不過在此同時我想請教的是 學衡我們昨天特別提到 柯文哲現在的大戰略 舍系傳統的平台 一些監督他的 他不正面迎戰來做說明 反而轉向的網紅 這個背後到底目的何在 真的可以達到效果嗎 柯文哲的大戰略 我們先從大規模的開始 如果大家都有固定在收看指標民調 相關的台灣明星的調查的話 你會發現很怪的是 藍綠兩黨的不滿意度同時都上升 那柯文哲的戰略切割就是 如果藍綠兩黨不滿意度都上升的話 我能不能夠影響那些 對藍綠兩黨都不滿意的人 能不能收歸我有 所以換句話說他這一陣子 所有的戰術跟規劃都是瞄準 40歲以下的主要人群 因為他們沒有強烈的政黨支持度 沒有強烈的國家認同度 那所以換句話說柯文哲在這邊 如果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意見領袖的話 將來不管你是要跟中方對口 或者是你要成為你自己的白色力量 都是非常好的角度 所以我們來用一個角度來分析 2017年的時候世大運的時候 柯文哲大概是史上跟網紅 或者是網路硬件領袖 合作最多的一個市長 當時他花了100萬的預算 找了9位在網路上都非常有知名度的 這個網紅跟他們合作 那我們這樣講好了 你看到這些列出來的人 包含了蔡阿嘎 包含了阿滴 英文 這些人 這9個網紅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商業單位 我要去找這9個人一起合作 那個預算要到300萬到500萬 因為正常他們的收費 光拆阿嘎一個人 可能就可以把那100萬全部吃掉 可是柯文哲實際花在上面的 只有100萬 這個我相信他沒有灌水 原因是因為柯文哲本身也是一個網紅 柯文哲的運作厲害到你今天變成強強聯手 那我今天跟崑峰合作的話 如果崑峰不是網紅我要跟他收錢 但今天柯文哲給他錢之外 名利皆有 你仔細看這整個數字 我們大家講一下 這每一個網紅他每一個影片的點閱率 在這一次跟世大運裡面 跟柯文哲的合作幾乎都是三倍起跳 也就是他平常如果有20萬的話 這次會到60萬 所以柯文哲一旦跟他合作 就串升到點閱率60萬 對 那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這樣講 你看這9個人的挑選 其實也是經過精挑細選 有搞笑類的 有文青類的 然後有學習類的 有完全一人作業類型的 而且他的特色是這些人幾乎 不是每一個都有經濟公司 經濟公司要抽一手 所以他會跟你收比較多錢 所以柯文哲跟他們合作了 我們剛剛講的幾個人合作下來 後續譬如說像瓜吉 那個上班不要看前一陣子就是 就是不要罵髒話在罵政論節目 罵名嘴的瓜吉 是 那在為什麼瓜吉還願意跟他合作 因為瓜吉在光是在世大運 跟他合作的時候 那個點閱率41.6萬 比瓜吉平常的點閱率還要多很多倍 所以換句話說 柯文哲的好處是在於 第一個他主打40歲以下戰場 這個戰場我們一般人進不去 譬如說立法委員如果罵瓜吉的話 瓜吉就在他臉書上馬上做錯 你看這怎麼可以罵我 你們平常在那邊打架 對瓜吉來講也是加分 瓜吉的那一篇反擊7000多個戰 那在平常他可能就1000多2000多個戰 那這等於是跟柯文哲合作 可以把你推在風頭浪肩上的時候 雙方當然有願意合作 我只收你一半錢 甚至我不收你錢 都可以合作的時候 柯文哲的戰術很簡單 他今天我們昨天就講過 柯文哲擅長鬥爭 擅長不同階級跟不同世代之間的鬥爭 這兩個世代也許平常不cover 比如說平常不會有立法委員去罵瓜吉 因為那瓜吉的搞笑東西立法委員不會看 可是當他跟柯文哲合作之後 立法委員就找個機會就叮一下瓜吉 那瓜吉也就有了機會在反擊立法委員的時候 這整個概念就是 柯文哲把兩個世代之間衝突升高 他會獲利啊 因為他就能夠代表新的世代 跟四十歲以下的世代的時候 這整個所有的 不管是衝突 不管是新聞報道 都是納在柯文哲的運算之中的時候 我覺得坦白講 大家要思考柯文哲的走紅 或者是他為什麼民調你怎麼打都沒有用 原因很簡單啊 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很多是為了生活拼搏 他沒有辦法像五十歲以上的人一樣 看一個政治新聞可以一看一整年 那四十歲以下要怎麼追蹤柯文哲到 他每一個事情我可以拿出來說 前後矛盾 譬如說U-bike他原先講取消優惠 後來又給一個這個悠悠卡的大優惠月票 那對他來講 他每天能關切的時間有限的時候 專注力短或者是關切的時間短 正適合這一種網紅行銷 三分鐘影片 你這個意思是這樣的 去找網紅去做結合 可以說髒話不受監督 然後政治人物捨棄這種傳統的舞台 可以互相挑戰的機會 他可以 我講誇張一點 胡言亂語 然後隨便他講 因為這是他的主場 坦白講 我們看過那麼多格鬥狂的人 有沒有說 大家來拼搏 到我的主場跟到你的主場上 有差別的 你打太極拳 那我打這個行義拳 那我如果也跟你打太極拳我就輸了 柯文哲的專長就是 他擅長胡言亂 擅長不拘小潔 甚至你真的去訪問的時候 我們講差的差的都在裡面 只是我們不能夠標注而已 在這個狀況下 他比較適合網路上 自由發揮做自己 然後一般的年輕人看到覺得 不錯喔做自己很好 又加分 然後網路低度管制 你又比較沒有辦法介入的時候 他在那個領域正是順風順水 但你叫他上太多這種節目 花時間說服別人 對他來講 那既不是擅長的東西 投資成本也不高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預測到 接下來柯文哲會繼續生根網紅領域 繼續讓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跟他之間互動變得越來越緊密的時候 他自然會產生 可以取代藍綠兩個陣營的新代言人 喔 新代言人 來 這個部分違憾怎麼看 我先講一件事 因為我有三個小孩 昆芳也有 那有人問過我說 你會不會讓你的小孩 去聽爆粗口的內容 你會不會爆粗口在你小孩面前 有時候你可能會忍不住 但是你絕對不會叫你小孩 去爆粗口對不對 嗯 可是你就柯文哲市長 他這種素人的語言 年輕人喜不喜歡 年輕人很喜歡 很奇怪 你看像上次世大運的時候 他因為那個被鬧場 結果後來他講了王 王插蛋 他罵了一個就是他生氣 結果後來呢 他的那個留言快五十萬個讚啊 那為什麼這五十萬人 跑從哪裡跑出來的呢 我們必須要講喔 柯文哲他的確也看到了 他整個選舉結構的破口 因為傳統媒體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已經這麼多年以來 然後電視廣播電視 還有這個報紙啊 那他就是從網路上面得到他的 年輕人族群的認同度 我也跟很多不管國民黨民進黨的各地的委員都談過 大家在討論柯P的負面外衣效應的同時 其實在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在各地台中 屏東 台東都有正面外衣 也就是當民進黨跟柯P正式決裂的那一天 他們可能也就不會投給民進黨 這個好話也是殘斑像是一把兩面刃 是 那楊老師 首都市長是這樣子選嗎 這位人士還可能要選總統 是這樣子選嗎 捨棄傳統的平台來溝通 那監督的部分 不如所謂的正面來面對來做論述 你知道這是在昨天看到晚上網路的新聞 我們的來賓不約而同 有三個來賓同步line這個 因為我們昨天在討論這個話題 網路這種所謂的空戰是它的大戰略嗎 他說呢 連日來柯文哲三方兩次發撈騷 除了指政論節目的名嘴 自知說謊還一直罵 他今天晚上在聯合報舉辦的 這個這個這個跟青年學子座談時還說 相較於民進黨賴清德 陳舉等政治人物 他在40歲以下的民眾支持度相當高 柯文哲又說40歲以下的民眾 根本沒有藍綠立場 但國民黨及民進黨都不相信這個事實 所以才會花錢做call in 節目 柯文哲說呢 為何所有call in 節目狂打他兩個月 但是他還是不會倒 為什麼 原因是40歲以下的人不看電視 那所以呢 他標題說 每台都在罵 多爽啊 不爽被罵 槓名嘴 他的意思說 你們罵我沒有用 因為呢 40歲以下的人不看電視 那我想請教姚老師 那40歲以下的人 透過了不管網紅或網路 或者是柯文哲已經建構的網軍 到底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他們就不在乎政治人物說話背後的真實嗎 或者是標章話嗎 來 楊老師 網紅的節目大部分是沒有經過嚴格的檢驗的 那個不像是 今天假設上一個一般的節目 就像你call out也好 或者到現場來講 他如果表達什麼意見 他會受到檢驗 政治人物都是如此 所以這些傳統的政治人物 不管陳菊 賴金德 包括小英 他還是要與傳統的節目互動 他不會 所以我就不能理解 如果柯培覺得這樣很好 請他繼續這樣做 我也不反對了 因為我現在也不去干涉到他這部分 他覺得他可以以政論節目為敵 所以我一點都不覺得 那些叫我們柯黑的人 那些人才叫做柯黑 因為他寫了一篇文章 從頭到尾就把一群人給得罪了 那不是幫柯P塑造敵人嗎 柯P沒有要塑造這些敵人 除非柯P說我就是要塑造這些敵人 那我也沒話講啊 這是毫無意義的事情嘛 尤其他在說藍綠花錢做政論節目 我相信小君你聽了你也快發瘋了嘛 這個時代是這跟藍綠政黨有什麼關係 你這不是擺明了在誤導網民嗎 這個真相是如何 恐怕鄉民們應該很清楚知道 各台有各台的競爭 前天說名嘴是可以收買的 對啊 現在做Coin節目是政治人物花錢去做的 對啊政治人物做的 政治人物花錢去做 這樣子做恐怕不是真實的 這樣子講恐怕要受到檢驗的 因為如果莊委員在這個地方 他如果聽到這樣子的話 我相信他如果碰到柯P他也說不行 我也是名嘴 你明覺得柯文哲誠實嗎 來我們聽聽看這個大現場 注意看柯文哲在說密件 蔡英文總統曝光之後 他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看這個大現場 私底下跟這個蔡總統會面嗎 沒有 我跟你講 我常常跟蔡總統見面 我都給比較私底下 其實我們每次遇到還是有講話 在電梯裡面也可以講多話 可是那私底下有沒有嗎 音樂隊的時候 那問題是你私底下定義是什麼 像你說不要回答 但是好像老實講 常常記不起 不知道兩個月前發生什麼事 沒有必要跟你們公開 不過是這樣啦 其實其實蔡總統有話跟我講 我們常常會叫韓國參政國來傳遞 所以這擴通都沒有問題 那聊什麼 你說的多愛 他說的多 那都說什麼 從那個想想到阿財都有 好 我們再次再看這個 當時第一時間的反應 來姚老師 怎麼會變得有點曖昧 你認為柯文哲是一個誠實的人嗎 這個我們不能用我這樣自己為意義的方式去給他評價 我自己親身經歷 他可能有些事情對我隱瞞嘛 那他可能有他的理由 所以我就不想繼續跟他有說瓜葛 那重點是說 重點是說因為他有這麼多事情 他已經避重就輕或反來覆去幾次了 所以大家 所以所有他這些事情必須要可受公平 那如果說一些奇奇怪怪的話 包括三字經啦 五字經啦 或者爽的話 那就可以得到網民的喜愛的話 我一生都不會說這些話 就說我不會為了 因為得到網民的喜愛特別去表演這些話 這是沒有意義的 我只是想提醒柯批啦 因為這究竟還是以前輔選的對象嘛 那麼大家當時都是盡心盡力 甘心樂意的去幫忙的 包括現在離開的人都是盡心力幫忙 我相信大家還是樂意去勸告他 說這個與人為善 就說你沒有必要恕敵嘛 我完全不能理解 你去恕這些敵 說明所有的政論節目都收買的 說明所有的名嘴 包括在這裡今天還替你講話的 對不對 瑞熊熊還有 我記得又不是每一個人 你把名嘴全部的人都一桿子打翻 這對你並沒有盯點好處啊 那傳統媒體就算四十歲以下都不看好了 我就算你對 那四十歲以上到七十歲的還蠻多耶 所以他花錢放在網紅 剛剛朱璇很認為很華得來 這一部分我不去理解 是不是 我也不去干涉 因為我不需要 我們不要選舉啊 沒有一個名嘴需要選舉 知道在座的沒有一個需要選舉 我們說話每一個人都要負言責 我們出去說的話 如果有什麼就要負言論責任 那對選民負責任 所以他呢 他選擇要跟政治節目為敵 那這是他的選擇 因為他要選舉啊 他要自己選擇怎麼做 我是勸告他不用 因為沒有人 因為他是公共人物 他是政治人物 他必須要受公平 節目會批判或者會討論他 是幾乎理所當然 也討論小英 也討論賴清德 也討論陳菊 也討論詹恩詹順貴 每一個我在這個地方 可以討論一百個人跟事 那怎麼其他的人都沒有去反應 名嘴或怎麼樣如何 只有他 是 好像覺得 那他因為事情多嘛 那他又是被眾所矚目啊 所以他應該理解這個原因 沒有人會故意 我覺得這一點他應該用平常心 回到初心 然後來面對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媒體都是一致的 不管年輕人看的 老人家人看的 或者公務人公教人員來看的 或者哪一台的節目 那現在有一群節目 不但不罵他還捧他嘛 不是嗎 那他為什麼不好好的講一講呢 說那一群人可能是 收買的 如何如何的 我這一點不敢講 我這一點不敢講 收買的 2014大選 但是在最後三週 為什麼整個競選經費方面 會暴增8千多萬元 我相信柯文哲應該要事實 要公開說明 如果經得起考驗的話 這件事情柯P不能再打婚下去 2000年的時候 新票案大家印象都很深 都是講不清楚 柯P到底是政治天才還是政治騙子 這是兩個極端 現在大家在看他 好像不像兩個人一樣 現在還沒理解 就是說這個政治素人 為什麼三年 就變成這個樣子出來 你看他在網路上講的那些話 跟我們2014年認識他的不太一樣 柯文哲 柯文哲 2014年民進黨會禮讓 你是扮演非常重要的推手 你現在還支持他嗎 語音投票還在進行 是不是 我們擔心的就是如此 如果說 2018就今年 這場選舉 台北市 國民黨因為民進黨的提名 他漁翁得利了以後 萬一新北又 民進黨又選得不好 兩個 雙北全部都是國民黨在主政 那個在針對2020那一場 總統的一個戰役 那個行政力量發動下去 那個力量真的會是嚇死人了 柯兵你可以用政治立場講 你可以認為台灣都會是禮貌又濫情 待會兒你這樣錄 但是我錄問題不是喔 你偽造文書 你背信 你詐欺 那我感覺是自動調查的 所以你不能再詐欺說 這個事情跟我都沒有關係 四張如果有四張五百萬的 那個不算發票的 是怎麼冒出來的 你要講清楚啦 我們繼續分析 謝謝 拜拜